赛下曲 卢伦 月黑燕飞高 蝉鱼夜遁逃 欲将青旗竹 大雪满宫道 和王昌龄的《初赛》一样 这也是一首写边疆战斗生活的诗 《初赛》写了对英雄的怀念和渴望 这首《赛下曲》却是对英雄的歌颂与赞美 这是一个没有月亮的漆黑的夜晚 一场浴血苦战之后 敌人丢盔弃甲 溃不成军 那些残兵败将 在成为蝉鱼的最高统帅的带领下 咽旗息鼓 连夜逃命 北方的冬天来得格外早 纷纷大雪很快盖没了他们的脚印 寿惊的红雁却哀鸣着高高飞起 雁鸣声惊起了头枕刀枪 睡眠中也高度警惕着的将士 战士的本能告诉他们 敌人逃跑了 英明的将军当机立断 一队轻装快马的骑兵闪出了迎门 将士们决心顶风冒雪 奋勇追击 雪越下越大 天也越来越黑 行军是艰难的 这不没有出发 刀枪弓箭上已经落满了大雪了 诗写到这里结束了 将士们如何追上敌人 如何胜利兼敌 那就都留给读者自己去想象 赛下语 赛下曲 卢伦 月黑燕飞高 蝉鱼夜顿袍 欲将青旗主大雪满宫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